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三个跟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辩论的我今天看到的三个比较有趣的新闻 第一个就是新鲜出炉的最新的消息 川普大统领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电话采访的时候 他已经明确表示 如果第二轮总统大选辩论改成虚拟的 说白来就是改成远端远程的方式来进行辩论的话 他将不参加 他已经明确表示了 拜登如果你怂恿国家选举委员会 你为了你老头你自己的安全 你改成了云端辩论 不好意思 我不奉陪 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了 他不奉陪拜登所谓的云端辩论 想辩论必须两个老头站在同一个辩论台上 你是隔两米也好隔四米也好 我觉得川普肯定是心里有底 即便隔四米我也能喷到你 我也能准确无误的把我的口水喷到你的脸上 对吧 我就是用我的生化武器来震慑你 对不对 我吓死你拜登 这次就看拜登怎么接招了 目前来讲 好像选举委员会还没有明确第二轮的具体的辩论方式 是像今天贺锦丽和彭斯这样 每个人面前放一块隔离板 透明的隔离板这种方式 还是说就像特朗普说的一样 改成了云端辩论了 不过人家特朗普已经说了 这刚刚说的 我看了福克斯新闻 只要是云端辩论 只要不是面对面的 不参加 不参加 人家说了 你改成这个形式 人家干脆就去参加人家的造势集会去了 人家不奉陪 看到没有 就这么牛逼 就是要喷你 你受也得受 不受也得受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拜登 你也别那么拗了 特朗普你看 人家都比你小不了几岁 人家以身试毒 以身试毒之后 还帮着美国老百姓 对吧 亲自体验了 未经临床验证过的 各种的抗病毒的药物 对吧 这几期几期的临床实验都没过 直接在特朗普身上就怼上去了 各种怼 效果还不错 起码目前看起来 效果还行 起码证明 特朗普已经被美国的老百姓 做出重大贡献了 那真的是以身试毒 这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拜登你要拿出你的勇气 你就站在特朗普面前 看他能不能喷到你 生化武器也好 是吧 化学武器也罢 我觉得你们两个老头 第二轮没准就是生死之战 这是一个消息 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了 只要是云端辩论 他不参加了 他不参加 第二个消息是什么 第二个消息是 彭斯今天在辩论的时候 他头上那个苍蝇 大家知道 头上那个苍蝇 因为彭斯正好是满头白发 所以他落了一颗苍蝇 特别明显 这个苍蝇 竟然在他头上待了两分多钟 我看有媒体 美国媒体 帮车拿的秒表 卡着点 好像两分半钟 两分几十秒 待的时间蛮久 我看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这个点赞的 转发的 评论的 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 副总统辩论当中 他们是吧 谈及国家大事 谈及这个辩论议题 这个热度了 已经超过了 所以说这场辩论 副总统这场辩论 谁是赢家 这个苍蝇是赢家 毫无疑问 这个苍蝇火了 苍蝇是赢家 这个第三个呀 第三个就是 我今天中午看到 这个推特上 很搞笑 我最早是在 美国之音上 看到这个新闻 然后呢 我发现很多人都转推了 什么呢 就是这个 美国副总统 这场辩论 中间 刚一提及 关于美中关系问题的时候 我转述新闻说的 这个新闻说 北京政府 竟然掐断了直播 然后呢 就是那种 是吧 彩虹条 大家知道见过的 彩虹条 信号不好的时候 然后中间说 信号中断 是吧 这个请您耐心等候 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新闻 那次就是说 北京政府 是吧 又利用自己的 这个邪恶的本质 啊 呃 竟然在我们总统 大选辩论的时候 啊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涉及到美中关系问题的时候 他竟然敢掐断 啊 就证明了 北京政府 他心虚 他胆寒 他有见不得人的一些东西 不让观众去收看 人家还有图有真相啊 人家把这图都贴到上面了 美国之音 我看到大图贴上来 当我看完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疑惑 那我身在这个中国大陆 我怎么没有看到是哪个台转播呢 哪个台直播呢 啊 美国之音 你能不能出来解释一下 这是哪个台啊 我看他那个拍的那个画面 我也没看出来有任何的台标 这就很奇怪了 对吧 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啊 我现在生活就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 我怎么不知道中国具体是哪个电视台直播了你们这场副总统的辩论啊 在而且在这种而且在这次直播当中啊 故意掐断了信号 请美国之音明示 请美国之音明示啊 我看很多这个是吧 海外的反华的反共的反中的都把这个事都说了 是吧 当成一个天大的事再说啊 就证明了ccp啊 中共干预美国总统大权啊 干预美国总统大权 邪恶的本质暴露无遗 我还是那句话 到底是哪个台啊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再补充一个啊 还有一个新闻 这个现在也是在网上疯传 就是特朗普在出院的时候啊 他从那个医院返回白宫的时候 被记者拍到啊 放大之后那个照片 发现特朗普在戴口罩的 这口罩里面通了两根氧气管啊 有图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 通了两根氧气管 然后呢 身上跨了一个类似于像是那个氧气带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呢 这个氧气管顺着他这个西装 从后面绕过来啊 然后通到他的口罩里 把口罩一遮啊 这个图已经出来了啊 包括图示啊 包括这个氧气带的形状 包括这个管是怎么接的啊 现在说的是灰声灰色 具体是不是真的 咱不知道啊 不管怎么样啊 反正这个 我们还是要为这个建国统治啊 这个 叫什么 大病不下火线啊 临阵不退缩 这个宁可背着氧气瓶 也要跟拜登奋战到底这个精神 我们要与这个积极的肯定啊 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